Citizen 除了代表我的名字之外 還代表了我自己喜愛的東西 還要說三十而立 那年我想自己人生作出選擇 毅然脫離打工生活 成為自由工作者 建立自己的時裝品牌 創立了Citizen這個世界 好痛 到柏林時裝周 擁有自己的時裝品牌 再創立Citizen這個華華世界 對我來說是一個追夢的旅程 每個過程都是感受當下瞬間的機會 我從2016年開始走 我走了總共三年 一年兩季 體驗蠻大的 因為感覺是自己沒有想像到 原來自己一個香港這麼小的標誌 人家看到邀請我過去 在那裡見到很多很強的設計師 我覺得外國那些很厲害 我覺得那些高手是很多 而且他們的風格是很厲害的 但我覺得選擇我都很感恩 很開心 真的很幻影 通常會量度好的 通常會量度好的 因為如果之前有些再高一點 大型一點的那些 就真的要拿得很準 我們會先在電腦裡做一些比例 這樣的東西 然後在現場我們會有些小技巧 就把它分開比例 然後畫正 有個最大的 有多大的 建築 先說 銅鑼灣這個 我如果要爬出去 因為其實我們是爬爬的 我們香港獨有特色是爬爬的 其實我需要爬爬 其實我是叫他出去考一張 叫做平安 即是錄卡的東西 那我才可以有一張資格 告訴別人 我是可以出去 一開始是超爆驚的 在那裡 我覺得是 嚇死我 又很高 尤其是最頂那層 它的爬是搖的 嚇死我 我都覺得嚇死我 然後怎樣 原來習慣了 你又沒什麼 千萬不要怕 選擇自己的路 跟別人不一樣 多些學習去聆聽自己 享受繼續堅持下去的感覺 這是我當初建立品牌時候 所學到的東西 我是Soy Lam 一個愛分享的 才是神聖人 希望下次見面的時候 給你一個勇婆 試一下 就有點兒子 牠皮 牠 牠 感谢观看